今年以来本港楼市气氛明显好转 市场逐渐展现出一片荣景 不过,最近有楼盘推出第二期全新单位发售时 定价对比第一期的价单开低了约百分之十五 令到市场议论纷纷 扣入项目第一期的买家 当然不是未宜 短短一年半左右 定价已降低约百分之十五 当然,这亦是因应实际市场环境而作出的部署 是很自然的事 或者有人会说 以往的经验告知 第一期的单位一般都是最抵买的 之后的其数只会越卖越贵 但这次却完全不是这回事 其实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现实 就是这经验其实只适用于在星市之中 但过去一年多 楼价累积的跌幅达到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八 全港所有持货的业主均受到重创 发展商当然也无法幸免 回想去年最低迷的时候 发展商就算愿意减价卖楼 都未必可补销情 今天市况已见回暖 甚至逐步转热 但这并不代表发展商可以一触而就 立即重回升市时的卖楼策略 所以这时候就以吸引市场的价位推盘 先保住销情 如果市况配合 整体楼价才能逐步修复失地 甚至再创高位 不者认为 其实第一期的买家最终仍会是赢家 只不过是第二期的买家比较幸运 可以在低位入市 并且在未来赚取更大的红利 不者对香港楼市始终抱有信心 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优势 例如地理位置优越 通讯便利 稳定的政治及法律环境 开放的经济体系 先进的金融体系及多元文化等 香港确实是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的地方 加上背靠内地 拥有坚实后盾的支援 是中国与外国接轨的桥梁 特别是通关之后 香港及内地即时展现生气勃勃 另一方面 香港亦能借着内地庞大人口 不断吸引及输入人才 人才到位 能增加本地的房屋需求 况且香港在短期之内仍是地小人多 没有十年八载的时间都难以大量增加供应 在需求急速增长下 未来香港的楼价 确实是稳于泰山 那么就算是今天的高价 都很容易变成明天的低价 在目前高通胀的年代 砖头仍然是最佳保值之选 你自己的变成明灾